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8号中国海警1126、2102、2166及2146船编队 继续巡航钓鱼岛周边海域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7、8号两天 中国海警船已在钓鱼岛周边海域 停留超过28小时 创下了自去年9月以来 中方公务船在该海域巡航时间最长的记录 中国国家海洋局7号发布消息称 中国海警2350、1126、2102、2166船编队 当天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维权巡航 期间中国海警巡航编队 对发现的日方侵权船只严正声明 中国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立场 并对其进行驱离 新加坡联合早报对此评论说 这是中国海警成立以来 首次在钓鱼岛海域驱离日本巡逻船 8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韩志强 会见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一元纯一 就日本右翼分子非法进入中国领海 侵犯中国主权提出严正交涉 表示强烈抗议 并要求日方所有船只立即撤出相关海域 并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海警1126-2102-2166及2146船编队 8号继续巡航钓鱼岛周边海域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中午12点左右 自搜中国海警船驶离钓鱼岛海域 停留时间超过了28小时 刷新迄今最长记录 对此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 当天表示无法接受 日本外相岸田门雄则表示非常遗憾 据悉目前中国海警局的执法船只 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巡航执法 已经常态化 基本保持了一周左右巡航一次的频率 在钓鱼岛周边海 antis地的执法